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海地 水稻的灌溉水源主要来自阿迪波尼河 但因人口成长快速 土地过度开发 灌溉系统遭到破坏 使得稻米产量大幅减少 早在1990年代 台湾就已经在阿迪波尼的水稻栽培区 引进了台湾具有抗病抗虫性的稻作品种 到了2007年 技术团进入转型阶段 将扩大栽培面积的做法 转为提升栽培技术的开发计划 在阿迪波尼省设立了美奇稻作研究中心 专门负责生产稻种 作为海地采种种子的用途 不仅如此 还会辅导稻种营种选拔区域试验 栽培技术研究 以及纯细维持等育种工作 每个月 专 et Aw地ale Messias 都是教育成 endure实施育 type 其实要助于用途 这个是其中一个帐 第二个 我们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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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団 δια 有更新的技術的技術 提供他們的利益和財產 因為我們控制蟲的病毒 和蟹的病毒 如果我們看看這些地方 可能會有些問題 可能會有水控制 但我們不看到這些病毒 在過去的年代 台灣人的目標和Odevia 有新的技術 去控制蟹的病毒 可以減少蟹的病毒 有蟹的品種原則上是不會有蟹的 有時候會混掉 或是會突變 所以我們在這個試驗場 如果我們想做蟹的品種 保留的話 看待有這個現象 就是平時就要在蟹的 下去把它拿掉 過去 海地農民在插秧時 不在意航豬具 也不瞭解插得太密 會導致水道生育不良 產量降低 然後我們完成 我們再說 或是 OK 好 明白 如果我們要做這些 都要吸收衛生育不良 你不明白 你也不明白 所以你們要做什麼 都要做 我們要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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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來 您好嘞里您好嘞 在海底的道座品種 一部分是來自鄰近多明尼家的PQ4 一公頃的話 可以提供到50公頃左右 我們每一期都產到56噸 我們每一期都產到56噸 海底阿迪布尼地區採種後的稻作 在技術提升所似 在產量及生產面積都隨之增加 每一期都產生產生產面積都隨之增加 我們在這裡也有很多 我們在這裡也有很多 雖然我們不在一起 但是我們在這裡也有很多東西 在國際發展援助的項目中 幫助人脫離貧窮的困境的議題 是讓生活朝改善的方向前進 在國際發展援助的項目中 與眾和皆嚴重獲的項目中 類似に有一個伺候的項目中 是我們的項目中 在阿迪布尼地区 推动产销辅导计划出奇 很多人都很好奇 为什么盖年米厂这么重要 因为农民的土地面积都是很小 平均都是0.3到0.5公顷 在这个微小的土地下 在没有一个很保证的价格组织下 我们主要从推广的工作 达到一个三到四顿的产量以后 进一步变入做年米形象 让他们能够在稻米的附加价值增加 然后进一步让他们的生活 能够再改善一点 这是我们现在技术团 在这个阿迪布尼 大家看得到的一个整个的 一个发展的一个 一个整个一个蓝图一个目标 成立农民组织后 另一个重要的任务 是协助农民建立财务 与基金管理的概念 现在我会发展的 我们现在的组织 我们现在的组织 我们的组织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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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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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